日前,威迪·马拉一场民间足球赛正在进行时,一个不速之客突然大大咧咧地闯进了赛场,对于这个不速之客,大伙还真没脾气。 足球赛事因天气或场地问题而中断可能是平常事,但是被沙龙卷打断就可能比较少见。 近日就有威迪·马拉民众在进行足球比赛时,因场地出现沙尘暴而令赛事被迫暂时中断。 从片段可见,当时有数名球员站在一个空旷的沙地上,而沙地的中心地带则出现了一个沙龙卷,令在场球员只能无奈退场。 虽然沙龙卷不断卷起地上的沙,令现场沙尘滚滚,但一名有份参与赛事的球员却当然离开,明显当地居民对此习以为常。 到片段的中断,甚至有人走到沙龙卷附近实挥足球,最后沙龙卷在沙地转了一圈,就转吹向后方的邻居,而球员也返回场地继续赛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